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十八集 教训 白少峰眼中的光芒刹那间变得万分奇异 除了惊讶和欣喜 更有一种是只有对自己人才有的亲切 口中却故意说道 大小姐就不怕这些话传到皇上耳中 霍姬王也不说 还会累积几身 楚寒征转头看他一眼 笑得但远 我不会自找麻烦 你不会出卖宁王 这些话永远没有机会传到皇上耳中 白少峰唇角一挑 怎见得我不会 考我吗 楚寒征双眸如水 澄澈中透着幽深 或许连你自己都不曾发觉 你在看着宁王的时候 眼中有着誓死守护的不离不弃 你们之间 一定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关系 而这层关系 决定着你随时准备为宁王去死 虽然 白少峰的目光同样变得深不见底 怎样 虽然你知道 比起为他死 宁王更希望你为他而活 楚寒征转过头 摇望着头顶的苍穹 宁王不俗 他必定知道 人只有活着 不离不弃才成为可能 所谓守护 也才具有真实的意义 白少峰长久地沉默下去 许久之后 才由衷地赞叹 大小姐 真正不俗的是你 少峰佩服 不敢 希望 我没有多嘴 楚寒征微微有些后悔 更不明白 自己怎么会对白少峰 说了这么多 白少峰摇头 却见侍女快步而来 屈膝失礼 见过白将军 大小姐 老爷有请 楚寒征点头 告辞而去 他真的这样说 蓝叶云虽双眸如雪 却遮不住 那么淡淡的异样 千知万去 白少峰笑得诡异 满含探究 怎么样 有没有一种被人揭开面具的感觉 何止哦 站在蓝叶云身后的仓墨突然开口 竟是不乏幸灾乐祸 根本就是被人脱光了衣服才对 哈哈 痛他挑了挑大拇指 白少峰很是诚恳 方烟 那您打算怎么办 蓝叶云看他一眼 很简单 他脱我脱我脱我脱他衣服 他看到我多少 我看到他多少 我这个人做事 一向公平 呃 这话听起来 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暧昧 叹口气 苍茂表示十分担忧 那你可得悠着点 别把人家姑娘吓坏了 敢背后议论本王 他胆子不小 蓝叶云挑唇冷笑 哼 楚寒政 我会让你知道 敢来招惹我的人 通常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倒是不曾想到 白少峰转头 便将两人的谈话 一字不漏地告诉了蓝叶云 楚寒政一边走 一边搜寻着楚玉琪的身影 谁知刚刚走了几步 眼前便有人影一闪 楚寒政 看清了来人 他只得停下脚步 见过太子殿下 臀女还有事在身 失陪 站住 高元昊脚步一错 拦在他面前 目光阴沉 不用去了 不是靖远侯 是本宫找你 楚寒政皱眉 殿下有何吩咐 少给本宫装傻 高元昊冷笑连连 你瞒得了父皇 瞒不了本宫 说 为何装出那副卑微的样子 骗得了本宫一纸修书 还来 你有完没完 楚寒政咬牙 不得不耐着性子解释 殿下误会了 臣女因为经历非常 一贯战战兢兢是真 之所以变成如今的样子 正是因为殿下 所赐的一纸修书 高元昊冷冷地看着他 怎么说 楚寒政叹了口气 语气万分诚恳 唉 臣女承蒙天恩 被皇上清点为太子妃 如此恩宠 本应万分珍惜 可是臣女却因为容貌丑陋 又不能习武而自暴自弃 这才受尽七零嘲笑 到最后 更令太子殿下颜面尽失 赐下一纸修书 这个时候 臣女才猛然醒悟 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这番解释合情合理 高元昊的疑心 顿时削了大半 面上却仍阴沉 果真如此 正是 如果再不改变 我将继续被人看不起 莫说继续得到 就连原本属于我的也会失去 太子殿下 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吗 着实想不出其他的可能 高元昊心中的怀疑 取得更多 看着面前这个婉约如水 飘然如鲜的女子 她的眼中浮现出一抹 隐隐约约的贪婪 突然问道 之前你跟本宫说 正在想办法恢复容貌 如今怎么样了 楚寒睁唇角 挑出一抹冷笑 语气依然平淡 啊 臣女正在尝试 不知能否成功 高元昊踏上一步 紧紧盯着她的脸 接了面纱 楚寒睁眼中掠过一抹冷意 脚底下后退了两步 臣女刚刚尝试着 把宠筷切除 如今的样子 仍然十分恐怖 不敢惊扰太子殿下 本宫不是那么胆小的人 唇角划过一抹阴冷的笑 高元昊语气僧然 本宫是念在你我的旧情上 才对你如此客气 你既不领情 那本宫就自己动手了 楚寒睁双眸如雪 太子殿下何必强人所难 你我已经解除了魂约 臣女容貌究竟恢复得如何 似乎与殿下无关吧 说话间他眼眸微闪 借着衣袖的遮掩 手指轻弹 一点细弱微沉的粉末 疏得拧没在了高元昊的袖口 高元昊完全不曾察觉 依然步步紧逼 婚约虽已解除 但若要恢复 也只是本宫一句话的事 你若实现了 趁早 一股突如其来的齐痒 突然自手臂上泛起 本能的伸手抓挠了几下 齐痒的感觉 却瞬间传遍了全身 简直痒到了骨子里 令他上下左右 胡乱抓挠起来 好痒 怎么回事 哎呀 太子殿下 怎么了 楚寒征的语气中满是关切 要不要宣太医前来 你闭嘴 要死了 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痒得令人抓狂 高元昊双手挥舞 却越抓越痒 再耽搁片刻 尤其下身最隐秘的地方竟也痒入骨髓 简直不堪承受 卓氏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 他只得狠狠一咬牙 楚安征 你给本宫等着 本宫还会再来找你的 早已察觉不妙 尤泽安忙迎了上来 殿下 怎么了 这衣服有古怪 高元昊咬牙 快 回去查查是哪个不要命的 敢暗算本宫 是 湿湿燃得李李娥前的头发 楚安征转身而去 死药名为抓心挠肝 虽不致死 却足以令人痒到发狂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